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探索中国古代的名人故事 今天要分享的是唐代李白的月女词 诗中写道 耶稀采莲女 献客照歌回 笑入荷花去 阳修不出来 这首诗让我想到同样来自月地的西施 接下来 我们来一探西施童年的种种趣事 细数她作为四大美女之一的风采 在月地翠绿的山谷里 年轻的西施不仅因美貌出众 她的调皮和快乐天性也让人佩服 我们的故事从她和朋友们在村边的河流开始讲起 西施和她的朋友们心中总是充满玩耍的念头 有一次他们决定给村里的渔夫一个惊喜 他们用连夜做成鱼挂在她的鱼线上 当渔夫一条一条拉上来的时候 最初的困惑很快转化成欢笑 西施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透露了这场恶作剧 西施的恶作剧总是充满乐趣 她很快就递给渔夫一篮真正的鱼 把她的困惑转变成了快乐 她的笑声在村中回响 美妙如失 中秋节的时候 西施提出来做一个月饼设计比赛 有趣的是 他们做的月饼竟是长辈们的脸 这真是创意十足 让人忍惧不惊 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笑之中 这证明西施认为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共享的快乐时光 她那感染力的笑声让她深受大家的爱戴 提醒我们真正的美丽在于善良和欢乐 另外一次 西施和她的朋友们决定在村里举办一场假面舞会 他们自己制作面具 每个面具都充满创意和幽默 当晚 大家带着面具跳舞 直到揭开面具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惊喜和欢笑声充满整个村庄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西施与她的朋友们在河边举行了一场小船比赛 他们用自己折的纸船进行比赛 看谁的船能飘得最远 这场比赛不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也让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团队精神得到了展现 西施的船虽然不是最快的 但她的笑声和鼓励的话语 让每一个参与的孩子都感到如获之宝 西施的童年充满了快乐和顽皮的时光 这些都塑造了她成为一个充满魅力和同情心的人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传奇人物的人性 充满了笑声、创意和友谊 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探索西施早年的可爱故事 如果您喜欢这些故事 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更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